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芯 我們很高興可以來到這次的生命故事拆展 我們有幸邀請到第二屆的銀花站放 以及是第一屆火雪銀花的老友記 我們有請我們的老友記簡單介紹一下 我叫怡連體 我是火雪銀花的導導 我也是有個參加校母 每年都去一次香港校母 我參加了幾十年 在中心那裡 這個是火雪銀花的第一屆老友記 我們邀請下一位是第二屆的 我是妙蟬 我是今屆的銀花站放 我平時都喜歡做運動 手下太極和來中心參加活動 我的名字叫做韻患閒 我是退休人士 我是護士 退休了差不多六年 我現在簡單的問題想問問你們 這個也是一個生命故事策 我想知道你們是從什麼地方 吸引到你們去進行這個生命策 火雪銀花很開心 老師教什麼 我學什麼呢 我看到之前那屆火雪銀花 我覺得都很漂亮 我希望藝人花站放 就多一點 動力就是 有機會讓我在一生裡 從整和統合 對我來說 生命裡每一個點滴 片段可以做一個生命故事策 是很有意義的 在整個生命故事策 你們覺得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就是可能以前的照片 會不會覺得裡面的照片 很難找出來 都找得到的 很寶貝的東西 三十幾年了 回去一箱一箱 哪個年份一箱 哪個年份一箱 近來就是 因為我不懂得畫那些畫 就是靠那些義工 或者是提提 怎樣畫 幫忙 一般是自己慢慢畫 畫又不合 又等了 畫了很多次才畫到 其實有時 有關自己的片段 是很不想找出來的 是看著相片會有一些回憶 有時不是畫那麼好的回憶 不過都過了去 另外我最大困難是 其實我不是太懂畫的 寫東西都可以 也很感謝青年義工 他們幫忙 他們有些鼓勵 變成自己慢慢都可以完成 你們有什麼說話 想對現在的年輕人說的 年輕人有名牌 又大量手錶 幾千元都很便宜 年輕人每樣都很福氣 買一件事都要想過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麼好福氣 有錢就買幾千元 沒有錢那些買幾十元 九年就可以了 打遊戲 不要打那麼久 打得多少 影響鏡椎和眼睛都影響 對那些年輕人 都鼓勵他們 努力讀書 都希望他們 愛惜自己的生命 因為現在都是 其實真的很富裕的 家裡也給了很多愛 希望他們能夠 知足 有什麼可以跟家人 或者朋友 給自己好好的讀書 完成學業 將來可以做事 亦都可以貢獻社會 大家都要知足上落 我們很多謝導遊的 進行這個分享 我們都期待 下一屆你們的作品展 我們拜拜 拜拜